外面如果有新手也歡迎趕快進來聽新手教學喔 然後嗨大家好我是掃班 然後現在是臨時政府的新手教學 有一個也蠻新手的人來進行新手教學 完全可以滿足知道你們痛處在哪裡 所以第一次來嗎不要擔心把握三大要素 就是住到位置請確保三大要素 你要在店員旁邊你要有廣度 然後還有不可以飲食 就是歡迎那一鏡子飲食飲水 如果你想要把水帶進來的話請帶有杯蓋的杯子 好那店員呢 店員就像神奇寶貝裡面那個櫻花 旁邊就有很多大大 所以你們要盡量在那邊撫破大大 然後記也靠近店員 我們剛才已經把延長線布好了 然後再來網路 網路比較麻煩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你現在是新手 打開你的電腦跟著一起做 不然你可能會loss掉進入在哪裡 強烈建議喔 首先你要在無線網路那邊找到 中研院的ASGAS這個網路 盡量不要在活動中使用自己的個人熱點 會造成其他人比較臉不像網路 建議打開電腦開始臉 然後他會造成有點醜的界面 然後你不要一開始先登入 要先往下去申請一個訪客帳號 按入訪客帳號之後呢 你這邊姓名可以隨便打 但是email跟帳號密碼你要記得 你要輸入哪一個 然後按註冊之後 他就會跟你說帳號申請成功 然後你讀取電子信 這時候你要回到上一頁 在帳號這邊用訪客帳號 有你剛剛的帳號加上小老鼠跟GAS 然後打進去 還有你剛剛設定的密碼之後登入 然後登入之後 要去你的 趕快去你的剛剛電子信箱收信 才有辦法啟動 學識中人院的無線網路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要問有買溝的人都可以解決 那先簡單跟大家講 黑客松的大松流程 喔對 如果在場就是有些外國朋友 如果有人可以幫忙翻譯的話 就請大家幫忙這樣子 如果 好首先早上呢 在我腳步的 找完新手教學之後 待會就有很多人上台提案 然後大家 所有人 每一個人都會自我介紹 然後之後大家就會 自己找一個舒適的地方 開始做 所有事情討論 跟吃點心 然後下午五點的時候 會有成果報告 所以 你來黑客松 一定要進了一個頁面 叫做Hack folder 這樣 這樣 然後進去的方法有 進去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到你報名網站的 的KK Text 上面 下面會有一個活動工筆 另外一個方法是 欸 他真的沒有打 糟糕 另外一個方法是 直接打 Beta.Hack folder.ORG 然後G0P Hackerson 22N 好 待會會有範例 先介紹這個共筆 如果你進來的話 你會看到有這樣的頁面 然後 左邊是資訊錄錄 右邊是共筆 就是大家可以同時線上便 然後 內容會在這裡 那就是 你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第十一次 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G0P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 永遠在前人的基礎上 繼續把事情做完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話 你進來這個頁面之後 左邊會有個黑客松出新者 下面有 新手教學 然後今天這份同影片 也會在新手教學上 所以你都不用怕請 或肉體進駐 那如果你是新手 你又想要發起專案的話 提案看這邊 提案這邊有個提案流程 來G0P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提案 你趕快到提案流程去註冊 點開之後 點開之後就可以 說你要做什麼 那我們會有個空白模板 給你提案的時候可以用 那注意提案時間只有三分鐘 那如果你想要繼續上一次的工作的話 在左邊拉到最上面 有個之前的專案Hack folder 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那本次的Hack folder 這個QR code是假的 頁上重 所以不要掃這個 那如果你用 不會用Hackpass進不去的話 你點到這個頁面 應該會跳出一個 叫你 叫你登錄的一個東西 你可以用你的Google帳號 或是Facebook帳號登錄 然後就登錄 那Hackpass使用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的游標這邊 你就可以開始打字 然後你其他專案的夥伴 也可以在上面跟你打字 所以大家常會在上面聊天 那如果你覺得你端在那邊不知道幹嘛 就是你覺得你不知道怎麼辦 完全Lost掉的話 你可以上IRC跟大家聊天 但這是IRC聊天室的入口 但是不建議 就是新手其實比較難使用IRC 那我們想使用Slack 那使用Slack的話 請大家都 你對網址看不到 叫HTTP join.g0v.today 就可以加入Slack的服務 它可以使用網頁版或APP版 那你就知道直接登錄 然後在Slack裡面跟大家說 你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自我介紹 或者是求救 那術語說明 就是你們待會兒會聽到有很多的坑 然後很多的人要入坑 還有挖坑填坑推坑 那坑就是需要處理的動作 那你們今天來這邊就是來幫我們挖坑填坑 還有被推到坑裡面去把它完成這些事情 那坑的樣子常常會在Headpack上會有一些Check的地方 就是 比如說 需要UIUX的人 我需要Java screen 我需要後端 我需要法律 我需要公務員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自動自發去認定 所以到處都是坑 你來這邊不用擔心 你會很無聊 那如果你在訊息裡面看到有人就寫說 欸什麼什麼家家 就是不要誤會 他就說這是你很棒的意思 好 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樣不是資訊人的話 這剛剛的Headwater裡面也有非資訊人的參與指南 就是大家正經 欸什麼什麼 就是莫驚慌 就是正經莫驚慌 就是你可以找到 永遠你知道我問題就會問 然後這邊的城市大家 都很樂意跟你做不同領域的交流 然後去學會一些基本的工具 好 那兩個月 我們除了兩個月一次的大黑客送之外呢 我們Jurincare行事例上還會有各種不同的送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發起自己的黑客送 有蒙點送 設計送 或是法律送 大家可以看到自己有興趣的就參加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就一團 像是握草就做一個開放國會送 好就自己的黑客送自己開 當然還是有很多可能不懂的地方 所以就是歡迎提問 你可以現在問或是待會 喔我們這邊現場如果有穿這種黃色背心的 可以幫我們站起來 舉個推銷嗎 這是我們Jurinb導覽大使 就剛剛大家回到小學的時候看到 倒酷媽媽那種安心感 就是 就是可以保證新手不會有問題 歡迎提問 那想跟大家介紹社群討論事情的態度 就是來到這邊大家都是沒有人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過Jurinb說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因為 不要說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所以當你發現沒有人做這件事情的話 就去做 那社群的大家都很謙虛 很歡樂 很熱血 希望大家可以維持Jurinb這樣的氣氛 但是雖然大家都人很耐 雖然發言之前先確認一下 有沒有事實根據 或是你到底想要討論的事情是什麼 針對事情不要針對人這樣子 所以今天討論說 提供正面的建議跟執行 不要說 喔我覺得這idea真的很差 試著去提出一個更好的idea 然後 友善回應新人的提問 這邊的人最棒的就是 你問了很蠢的問題 比如說 我不會開Chrome之類的問題 他們都會 連唐鳳這種等級的大家 都會很耐心跟你說 好 你先去點那個圓形 然後打開 所以基本上 所以基本上 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 就是勇敢發問 喔 然後這個是 某一次黑客松 突然那天 Pokemo更開放 所以大家都在抓寶這樣 但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可以把 Jurinb的這些坑 當中是大家要抓的寶 那再強調一次 延長線旁邊必有大大 所以 可以去延長線附近聚集 對 那就是 祝福大家 人人有坑路 坑坑有人路 然後人都可以找到坑 坑人會找到人 就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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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